既光雷达有没有必要上车 行业炒了好几年 那其中融合方案派的领头华为就表示 硬件就是底线 安全冗余没有软件算法平替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华系车的硬件越来越顶 那硬件堆料究竟是不是智商税 我们拿来一台配上了四颗既光雷达 五颗4D毫米波雷达的问剑M9 把它扔进真实的事故复原场景 看看华为ADS 4.0 在这样一套硬件的加持下 到底能提供多少安全荣誉 我们还原了一组动态场景 用一张图表总结问剑M9的表现 先来看前车切出与引导追桶 光是反射面小又斜放着的追桶 就能难倒一批感知系统 遮挡着的前车又吃掉了大部分反应时间 我们要在极短时间内避免碰撞 那很明显在高速状态下 这样的距离也不够杀停 而问剑M9在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 不仅可以识别突然闪现的引导追桶 还能瞬间触发EAS增强性紧急转向辅助 绕过追桶 碰到路口斜穿的行人 可以坐到90公里每小时触发EAS 我们还还原了夜间前车卡定场景 在低可见度的环境中 前车切入时 其实它的车尾几乎还在原先车道 那纵向的车层面积很小 容易被当成倒点过滤 形成没挡路的假象 或者是根本来不及识别 而搭载192线激光雷达和4D毫米波的问剑M9 对前车的轮廓极为敏感 问剑M9在1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 在对方右前车轮 刚压到线的时候就判断出风险 同时预测出了对方接下来的运动轨迹 可以看到前车的位置 从问剑M9确认它的风险时 到逼让它时有了一个很大的位移 但我们的EAS是按照后者位置 进行很好的绕行 当然驾驶员已经看到风险的情况下 要优先自己动手确保安全 但在人家来不及反应 或者根本没察觉到的情况下 问剑M9的EAS面对部分极限情况 仍然能在毫秒间抢出一线生机 车头的三颗4D毫米波 让问剑M9不仅可以前向识别 行人 车辆 追捅这样的障碍物 甚至还可以在一定情况下 挑战大自然的障碍法 浓雾 暴雨 浓雾场景 浓雾遮挡视线 雾气中的水滴还会打散光束 摄像头和激光雷达的工作能力 都会大打折扣 而4D毫米波雷达发射的电磁波 却能很好穿过 所以我们看到 温剑M9在7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 能够识别到浓雾后的胖毛车 暴雨场景 激光雷达光束部分会被散射吸收 摄像头会受光线折射影响 产生大量噪点 4D毫米波雷达的穿透识别能力 则远超激光雷达和摄像头 结合算法去除噪点 温剑M9在9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 还能识别到暴雨中的胖毛车 除了车头的一颗激光雷达和三颗4D毫米波 温剑M9的侧面搭载两颗补芒激光雷达 后向搭载一颗激光雷达和两颗4D毫米波雷达 形成了一个360度环绕的感知系统 所以它对于侧向和后向的风险也有规避的能力 先来看侧向 开出车位时万一方向盘打早了 那车侧就会刮蹭柱子 让人进退了难 当温剑M9的车侧快和柱子贴贴的时候 它直接一把自救出发A1B刹停 后向我们测了两个场景 一个是APA自动泊车时 车尾上方有一个悬空的风气管 另一项是在有副向勾取的地方 往后怠速倒车 不管是战案物悬空还是地面下线 温剑M9都能感知到 在这里能够直接探测出高度信息的4D毫米波功不可没 智能驾驶技术路线之争在于 视觉派认为多融合方案有算法冲突或不及时的可能 而华为用问剑M9胶卷 共计36颗传感器 包括4颗激光5颗4D毫米波 没有成为PPT参数 而是为以上种类的危险情况添了一份保险 那么安全冗余的底线到底是雷达硬件还是算法软件 看完今天的视频 你有答案了吗 不妨评论区投个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